郭委員好 部長署長 這段時間辛苦了 謝謝委員 就沒心了 怎麼做都有人會說話 儘管有人對你們的辦案 跟你們後續的處理 存在很多的質疑 但是也有人表示肯定 至少這幾天來 我看不管是警政署 或是內政部所做的一切 我個人是覺得 還算滿意 至少及格 所以我也表示肯定 謝謝委員 但是對於槍擊當天晚上 那樣一個慌亂的情形之下 有時候一個政治人物 想要坦白以對 或是你們擔任公職的人員 怎麼樣拿捏得以而 一面罵邊的能夠相名更 也確實為難你們 所以我就不再贅述 我想署長應該聽得懂我的話 我要談的就是 兩顆假子彈跟一顆真子彈 這個最大的不同 假子彈是假受害真受益 而且當事人也就是總統候選人 一顆真子彈受害的是一個無辜 熱心公益參加輔選的人 但是事發之後 包括連戰主席 包括連勝文本人 沒有對外講一句情緒性的話 連戰主席從當天晚上為了安撫群眾到 凱達格蘭大道去 只說希望天佑台灣 希望保護台灣的人民 之後沒有再講半句 面對的媒體只說謝謝 而這要前幾天 我出來澄清連勝文的喪事 最重要的是大家以而傳而 如果沒有一個所謂的 真正看到連勝文喪事的人 第三者出來對外做一個澄清跟表明的話 可能以而傳口到最後變成 林勝文的槍傷可能就是假的 那這些事情 我也認為台大醫院說得很清楚 只是有些人 不管你怎麼說清楚 他不信就是不信 而現在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 我個人非常贊同 為了要有別於319槍擊案之後 在立法院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 而民進黨當時執政在行使行政抵抗權 我還記得我如果記憶沒錯的話 當時的內政部長叫蘇嘉全 他們怎麼樣帶著民進黨議員去掀桌子 整個都把那個宣開 大家行使行政抵抗權 就是不給你查就不給你查 OK回頭來我們現在來看1126 如果真正真相調查委員會要成立 我個人舉百分百的贊成 至少去讓社會大眾知道說 當時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受到槍擊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求真相 而他們卻不給真相 現在連勝文受傷了 有一個黃信的年輕人也過往 我去他家看 他們家真的是一個非常平常平時的家庭 你一個小孩麻痺從小能夠照顧到30歲 而這樣子一槍被波及打死 那個家人心中的痛 如果能夠把真相調查的清清楚楚 我相信連勝文這一槍 在無辜當中來受重傷 他可能心裡會覺得比較欣慰一點 而在天之嶺的黃先生可能會覺得比較安慰 所以當你們人家要成立的時候 我覺得你不必告訴他 我已經檢查得很好 你不要有意見 該成立就讓他成立 我都覺得應該 而且我反而保證 國民黨絕對不會行使行政抵抗權 另外他們說要找王清風來擔任召集人 我就覺得很奇怪 三一者的槍擊就是王清風當召集人 但他們就是不給他成立 就是不給他調查 所以現在他們反而覺得王清風是一個聖人 王清風是一個辦事能力很高的人 王清風是一個可以調查真相的人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在民進黨的心目中 認為王清風其實是我就調查 他是怕他調查而已 所以當他們想要成立真相調查 委員會的時候就希望趕快是王清風來 所以這相互的矛盾留給社會大眾去行使 好部長我講到這裡你先回座 謝謝委員 那個署長我要請教一下 你們平常譬如說有行政院長去 或是有總統去的這種造勢場合 都有一個安全門檢查 國安局配合你們來做檢查對不對 沒有這個是由國安局來決定 國安局也是調你們地方 我曾經問過說你們在檢查這一些人是哪裡 他說是地方的警察配合國安局是不是 對我們配合他 好 安檢門 安檢門 我們檢查單位都沒有這些設備 安檢門是國安局做的嘛 弄的嘛對不對 好 檢查站在旁邊 要檢查皮包 檢查身份的這些人是你們的人嗎 要 配合的 配合 他只是問我們 調用借用女警 不一定是女警 碰到我是女警 那幹嘛要收身 女警一定有 那女警要幹嘛 是對可疑人士要收身是不是 就是配合安檢工作 好 那你們有沒有意見 安檢是做 只有特定對象到的場合才會做安檢 好 是嘛那總統的 這個只要有馬英九到的地方80%是我主持的啊 但是我穿的背心 我寫立法委員郭樹春 我拿一個皮包 他叫我皮包打開 我說 我就 剛開始我說很客氣 我說 是我的皮包啦 沒問題 像這種您都不要責怪警察 為什麼 我要怪國安局 不是 他有一定的編主 不是 那你的意思是說 任何一個人都一定要檢查是不是 不是 執行這個工作 如果 在這個會場 警察 只有到外圍 從這個門 從這個水溝 從這條線開始 他如果是 所謂的這個區域 就是獻命負責 等一下我們的警察 我問過嘛 他就是 我問他說 我沒有對他們羞 我不會講錯了 因為我做這個工作 不是 我現在意思是說 如果我今天我穿個背心 我是今天晚上的節目主持人 我就說這個不是我決定的 如果是我決定 是誰決定的 這個就是他現場的指揮官要決定 指揮官決定 那如果依你 如果說你來警察 像這種 像這種 我們來比喻說 今天如果你是那個警察 或是你是國安局 或是現場指揮官 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今天經過安檢的人是千篇一律 不分大小 不分貴賤 不分職務 全部都要檢查 或是 如果當他的身份是不容質疑的 不必去懷疑的 應該要以以尊重 第一 我是國會 我沒有說我一定要很優越 第一個 我是晚上的節目主持人 他們應該都知道嘛 好 節目主持人 第二是我 立法委員郭樹中 我穿背心 我穿背心 好 第三是 我也跟你 跟你打招呼 他沒知道我是誰 我假客不是假的 他一定說 內行性的檢查 但是他怎麼檢查 你知道嗎 他沒檢查一個皮包 我應該拿一個皮包給你看 他檢查他們是打開 瞄一下 關起來 他有看到我什麼 他現在檢查我應該是 看我裡面有沒有什麼危險 都才有意義 他打開我 就拉鍊拉開再關起來 叫什麼意義 叫代表什麼 我跟他講說檢查清楚一點啊 你要看我裡面有沒有危險物品 既然你質疑 你就應該看我裡面有沒有什麼危險物品啊 你打開這樣 那就是例行嘛 那我這樣要講的是 表面功夫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 再一點更好笑 如果今天 總統來了 跟著總統進去的人 沒有一個要檢查 可能 我不知道 不會有人總統進去 其他旁邊站來下來再檢查 沒有 這樣是不對 有人會投機啊 像我們已經表明身份的人 而且我是那一天的節目主持人 我又告 他又知道我是 他還說 郭委員對不起 我們還是要檢查 OK 我也都從善如流讓他檢查 但是我會認為 這樣是沒有效率的 因為這一個人本身是 不可能有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應該是第一個 國會議員是不是要尊重 如果當你們覺得我懷疑我 那檢查我都沒意見 但是你檢查 你又忽然了事 你只拉鍊拉開再拉起來 就這樣子 說難聽 連背開就沒有啦 我們這樣拉開 再往後回來 這樣就是形式 你懂嗎 這叫形式 這叫虛應 我認為不必要 我我我認為這樣是不必要 如果你今天要檢查 我也沒意見 你應該從頭 你明明一下 跟他產權的過 那個中正機場一樣嘛 你東西拿 發現有誤 你東西拿起來看 不就OK了嗎 你幫我分開啊 結果你沒有啊 你只是形式嘛 第一意思是說 這個我有看過 但是OK 如果萬一真的裡面有事呢 誰負責 所以我 要給你一個建議啦 今天不忍再苛哲你 我知道你這幾天壓力很大 你這個建議我要轉給人家 不是 不是 因為連我也被檢查 為什麼 他就告訴你說 我是警察任務編組的指揮官 但是我進入這個會場 是憲兵負責的 他怎麼檢查你 他不認識我 我要過安檢門啊 他聽到嗶嗶聲音 他還來 那你有嗶嗶聲音 連嗶嗶聲音都沒有啊 所以你們不要怪我們 我剛才已經講 不是我現在不怪你 我會把這個轉 轉拿給國安局 你現在不要這樣 看著哄聲你就怕了 我現在不是在怪你啦 我現在是跟你說 你們配合一起做安檢的時候 必須要有一些 所謂的這個 時間也好 因為後面可能還排一大堆人 結果他檢查我是虛應 因為第一個他也不敢給我拉開 看裡面的東西 他沒有看嘛 就拉鍊拉開 那他關起來就讓我把皮包拿走嘛 那我意思是說 要你轉達 當還有以後有造勢場了 或是有總統到的地方 第一要檢查一定要徹底 第二 你必須要看是不是可疑人 你做檢查 第三 如果當他表明身份 而覺得確定 不會有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基本尊重是要的 你聽懂我的話嗎 我意思是說 我剛才開會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共同去檢討這個問題 去共同去檢討這樣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今天要檢查 你就要徹底 你如果徹底檢查 我沒意見 說我一視同仁 所有人我都是這樣做 那同一標準我沒意見 如果你今天對我是拉開拉鍊 那個皮包拉鍊拉開又縫起來 是不是對別人也這樣子 那我請教檢查 檢查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要做都要確實做好 要做就要步驟一致 要做就要一視同仁的話 就必須要非常的謹慎 嚴謹而不是虛應 這是我今天要給你轉達 他們國安局以後要請你們的基層人員 來基層警員來配合的時候 有一套的標準 有一套的標準 另外就是當這個 你教你說的 譬如說一過那個安全門 有嗶嗶的聲音響 他不知道到底是銅板還是手錶還是槍械還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必須要稍微瞭解一下 有些人說東西再拿起來再過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些步驟這些標準 應該有一套 才不會讓你的 這些基層人員為難 因為他們不懂 我問他說 是上面要你交代嗎 他說就告訴我們 所有都要檢查 我說那你檢查 我後來他就拉鍊拉開又拉起來 我說那你看到什麼嗎 他笑笑 因為他什麼都沒看到 他連拉都沒拉開 揉開又揉開回來 給他一套標準比較好做事 不會讓你基層員警為難 工作的標準 SOP 一套工作的標準 這樣的話 他們就知道怎麼做 不然他們會左右為難 今天碰到我 我沒意見 如果今天碰到另外一個人說 你不知道我是誰人 他可能情緒會受影響 但是我尊重他們 我只是要跟他講說 你要檢查就要認真一點 你這樣是虛應 我後來有這樣子告訴他 也或許他知道說 我的身份應該不會有問題 只是禮貌上應該要這樣做 那我覺得既然要做安檢工作 就不得馬虎 好 我麻煩你回去轉答 好 還是要再度表示 肯定內政部官警政署 這段時間的辛勞 這段時間的認真 這段時間辦案的謹慎 好 我還是再度表示感謝 因為 代表民眾的觀感 一般民眾的觀感 至於坊間也好 媒體也好 有很多的雜音 堅持做對的事 其他可以不用管 謝謝 謝謝